时间一晃,过去八年有余了 闭关大殿中,韩丽盘西坐在连台蒲团之上 浑身肌肤赤红如血 身上粉色雾气蒸腾,阴晕满室 竟好似开了一口温泉似的 他双目赤红如血 瞳孔里神光沉静,没有半点慌乱之感 只见其双手掐出一个古怪法觉 口中响起阵阵吟诵之声 身形向右翼倾倒,一手撑头,一腿曲起 做了一个卧佛酣睡之姿 而随着这一静卧姿势摆出 他体内的星辰之力便恍如江河水浪似的 从头涌到脚,再从脚涌上头 平稳地来回传动 将他抱起的真灵血脉一点点地安抚下去 他身上的血红之色也开始从头到颈 从颈到胸消退了下去 逐渐恢复了正常 成了,这段功夫总算没有白费 半场之后,韩丽翻身坐起来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这八年多的时间里啊 韩丽除了少量时间会到筑藏功法的大殿查阅点击之外 大部分时间呢,都在闭关密室中修炼清源炼血术 哎,经过不知多少次不断地尝试 他终于逐步掌握了平息真灵血脉的方法 韩丽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抬头望去,忽见头顶上方雕刻着的星图 光芒不断闪烁 当中镌刻着道道星河 如同一条条玉带一样 横挂在空 虽然玄妙美丽,却不及往日绚丽 啊,看来又是个月朗星疏的晴空啊 韩丽的心情不错喃喃自语着 他很早就发现呢 身处在这座水晶宫殿,虽然位于血湖之下 却能够与外面的星空连通 每当夜幕降临,星光布满天空之时 宫殿上方的星图也会如群星一般亮起 夜幕中的星辰越是密集 水晶宫殿中的星图就越是耀眼 当中吸纳了星辰之力,也就越加浓郁 今日显然是明月当空 却显得星光有些暗淡了 韩丽看了片刻,忽然心中一动 探手进入怀中,一阵摸索之后 从胸前,取下那个陪伴他 一路修行的墨绿小瓶 俯身放置在地面上 只见屋顶上方投射下来的光芒 清洒在了墨绿小瓶之上 在瓶身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芒 将小瓶瓶身上的纹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不过等了许久 小瓶都只是静静待在原地 没有丝毫的变化 果然不行吗 看来这水晶宫殿 就只能透射下来星 韩丽的话没说完 眉头不禁微微一挑 眼前出现了十分熟悉的一幕 小瓶之上隆起了一层萌萌的白光 一片片叶状纹路也随之亮起 整个瓶身变得晶莹剔透 一个个白色的光点 在瓶身周围形成 化作一道巨大的白色光圈 变得柔和光芒 只不过呀 这白色的光点凝聚出的速度 着实有些缓慢 和之前在别处相比都慢了许多 韩丽看了片刻 就将小瓶重新收了起来 他只是一时兴起 想要尝试一下 并未打算用着掌天瓶凝聚绿叶 毕竟在这机灵空境之中 暂时还不太需要此物 收好之后 他转身出了大殿 又去了那座典籍大殿 月余之后 一天 韩丽盘西坐在闭关大殿之中 从袖中取出三样事物 一一摆放在自己的身前 那是四座质地一模一样的 古老的雕像 极好似某种魔物 生物 皆为三头六臂形象 只是各自的面容形态 以及动作细节都很不一样 韩丽望着面前四座雕像 目光微微闪动 其中啊 最左侧那座雕像 是从杜青阳处得来的 在此前的血阵之中 已经完全修炼完成 旁边两座呢 是从不久前的恶快处得来的 最后一座是韩丽先前 利用仅剩的一点先灵力 从花质空间里取出来的 按照恶快所说呀 这样的雕像一共 有四座 眼前这些应该就是全部了 韩丽一念其此 心中不禁浮现出一抹阴霾 那当时的先灵力已经近乎干涸 也就只能取出这么一座雕像来 就是想要进入花质空间呢 再看上一眼都做不到 他本以为能够很快从机灵空境中返回 却没想到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提魂如今还沉睡在竹楼的二层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只是担忧归担忧 当下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三皇子石破空居心叵测 其所谓返回魔狱的方法 根本无法使用 想要离开机灵空境 就只能等谢道人恢复之后 方有可能 如今大皇子石展风已经陨落 即便是他现在回到魔狱 怕是也无法要求其遵守约定 令大祭司来为提魂诊治了 况且啊 魔狱乱象已起 之后的夺敌之争 只会愈演愈烈 韩丽也不想再牵扯其中了 收起纷乱的心绪 韩丽抬手拿起第二座雕像来 深吸了一口气 眉心光芒一闪 一道晶莹的光芒 从中闪电射出 没入黑色的雕像 紧接着 这座雕像就如同前一座一样 开始手舞足蹈 做出各种古怪的动作 其背后也同样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玄文 内容自然正是 天煞镇与弓的弓法内容 韩丽的目光 盯着雕像上的动作 也开始模仿着 坐了起来 于此 摇格不知多远距离的大路上 一座雄伟城池之中 刀脊如林 手背森严 城池正中的一座 宏伟大殿中 一名妖娆女子高座名堂 依靠着一张白玉大椅 神情轻松地 听着下方一名 俊朗男子的汇报 哎 要是韩丽在此啊 当可一眼认出 女子正是魁城之主 杀心 而向他汇报的男子 乃是卓歌 只听卓歌功声地说道 秉城主 玄城局势 已基本稳定 五大城池和一些附属小城 虽有反抗 但是基本上 也都被很快镇压了 对了 在这过程中 古千巡 处理不少 听说玄城城那边 原本追随秦源的长老 和其祖鼠 即使带头投降表中的 也都被尽数图露了 杀心随口询问 语气中听不出什么情绪 卓歌略以迟疑回道 呃 这个 事情是古千巡 做的 不过是在六华夫人 点头下所为 她说 自会跟您解释 他们之间的一些救援罢了 无妨 由他们去吧 此事 古千巡 做得倒也干脆 没有仗势杀人 而是在城中 玄斗场内 连战七日七夜 合计八十一场 将那些人一一斩杀 非但没有积极 玄斗城民费 反倒笼络了不少人心呢 杀心点点头又问道 既然愿意投在主人门下 这玄斗城城主 就交由他去做好了 其余几城的城主 都定下来了没有 玄斗城主 暂时由六华夫人执掌 朱子元兄妹 主动前来归附 辅助其管理玄城 反倒是过度最平稳的一个 其余几城都死了不少人 不过城主人选 也都定下来了 玄城作为 堪比溃城的一大主城 要着重看管 明里暗里 必要的监视 绝对不可少 谨遵城主口谕 卓哥恭敬地说道 杀心清挥了一下衣袖 又问 啊 这些都是小事情 你看着处理就行 先前吩咐下去 让你们开着的那些遗迹 找到了多少 目前为止只找到21处 其余的87处 仍在寻找 嗯 这些遗迹遍布整个机灵空境 有些还在一些 人际罕至的险地 能找到21处 速度还算不慢 不过 也不用太过着急 只要在未来千年间 能够将之全部 开决出来就行 是 此事 是关主人出关之后 重掌机灵空境一事 切记不可出任何插齿 好了 你下去吧 杀心说完摆了摆手 下了逐客令 卓格 躬身回答了一声 转身离去 溃城西城区 一座深宅大院之中 寂静无声 院内 一座地下密室中 一名白发男子浑身赤裸 浸泡于一座八角血池之中 周身之上捆覆着八根血精锁链 连接在池边八根血色石柱之上 男子容貌俊美 眼眸幽子 正是石穿空 阵阵锁链抖动之声 冥想不断 连带着周围八根血色石柱 也聚颤不已 整座血池好似煮开了锅似的 翻起阵阵血浪 从中传出滚滚灼热的气息 石穿空身处其中 却好似浑然不觉一般 身躯 竟连多余的抖动都不曾有 只是 其紧缩的眉头和咯咯作响的咬牙之声啊 才显示出他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楚 不过这一切 却都是他自愿的 甚至是与沙欣做了一笔交易才换来的 厉道友 被你拉开太远的感觉 可真是不好受啊 咬牙说完这句话 胸前一处光点骤然亮起 竟然是陡然打通了一处玄窍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